鲁邦三世的配乐 我必须说就跟柯南的配乐一样 每隔一两年就会重新出一个版本 出来再给你收割一次你的钱包 那再加上大野熊会跟他的 Band 就是他的 UN Explosion 的 Band 他们的各种表演影片什么的 他其实我必须说鲁邦三世的这个版本 就是他的这个主题曲这个 这个主题呢 其实他的变化之多呢 大概就跟石川小百合的金星台下东景色一样多了 那这一次呢 我跟大家介绍的分享的这一个 他是鲁邦三世的电影版 他叫鲁邦三世 The First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就是讲一个 他比较早期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这张图里面呢 他戴的这个帽子是他阿公 就是亚生罗平的帽子 因为他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古世 算是古代兵器里面呢 找到了他阿公的帽子跟拐杖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影 我必须说在 这么多的这个鲁邦的动画里面呢 这部算是非常值得一看 因为他第一个他不是一般的动画 他是3D CG 做出来的动画 第二个呢 他在动态就是追逐这些 因为他是3D 的关系 所以 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过去看鲁邦 你不会看到 那么多的细节 慢动作什么 而且就算你看到了 你也是 就一般卡通的感觉 可是呢 他看起来就像是皮克斯的动画一样 非常精彩 非常的玩命光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那这次选的这一首呢 是这个版本里面的 那这个版本的呢 他就没有那么绝世 因为一般我们听到的鲁邦算是 都是比较绝世的感觉 可是这一个版本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影版的关系 所以他加了更多的特效 像前面一开始 他开始我的那个 那个就比较不像是我们平常听 爵士版鲁邦会出现的东西 他就是一些电子音效 可是呢 我必须说这些电子音效 尤其是你在听这鲁邦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小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听其他的 比如说流行音歌 为什么他的电子音效 可能是用电脑跑出来的 可是呢 大野雄二参与制作的作品 只要他还活着的一天 他的电子音效大多数都是 他用他的那套Augen按出来的 那之前我有说过 其实Augen呢 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 我说Augen不是管风琴那个Augen 是电风琴 那电风琴呢 他是电子乐器嘛 所以他的声音呢 可以过很多很多的处理器 如果你看大野雄二的影片 他背后都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处理器 就是搭配他的那一台Augen用的 那他那个Augen发出来的声音呢 都是经过这种纯类比的分析 去发出的独特的音效 所以呢 在透过很好的录音之后呢 其实对喇叭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因为那种音色可能是 你过去没有听过的 或者是他是为了模拟某种音色 所做出来一个全新音色 其实就有一点像是Hanzimo的 新的音乐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创作出一个 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音色 可是又用这个音色去组成一个全新的曲调 所以呢 每一张鲁邦三世的专辑呢 其实对音响都会带来不同的挑战 而这一首呢 因为他比较没那么绝世 所以他就不再是挑战什么 贝斯啦 或者是管乐 这些呢 当然还是有 可是呢 他会增加更多电子音效的挑战 你能不能在这么多电子音效的音乐里面呢 又听到那些传统乐器的声音 然后可以把他整个分离度拉开来 并且每个音效的特色 你都可以听到他音效的那些细微的变化 这个呢 就是这张专辑给音响带来最大的挑战 我们这一次12月15号到18号的原山音响展呢 除了在原山饭店的105号房 会展出我的大全套F1-12S 搭配Accuphase旗舰系统之外呢 我们在我们的音响沙龙路名呢 也同样有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把时间挪到晚上 方便大家下班课直接来 那一样也会带大家听我们的严选音乐清单 同时也会有我陈寗本人亲自现场讲的讲座 带大家去体验不同的唱头 在拨黑角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唱头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很简单 我们这里有鹦鹉螺 我直接用同样的唱盘 搭配不一样的唱头 放给你听 那关于详细的细节呢 现在你直接点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里面就有报名的连结 那报名方式呢 跟上次一样 就是呢 依照座位来划分价格 选择你想要的座位 选择你想要的饮料 选择你要来的日期就可以了 那这个座位呢 是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赶快点赶快看喔 就是这样 我们到时候现场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